这时候答完了 我毕业了 你去毕业了 我也写完了 请已经交件的考生 带着自己的试卷 前往标有自己名字的解惑间 你的人生导师 才是最有资格 批阅这张试卷的人 那么现在呢 你可以打电话给他 来核对你的答案 从而得到你最终的分数 啊 悟空的吗 一个人一个教室 好紧张啊 喂 妈 贺老师 我是大薰 姐 我开免提了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考试卷 她让我填的那个人生导师 我填的是你 我是你的人生导师 对 你是我的人生导师 写我的人生导师是谁 然后我写了你 为什么 人生导师 为什么你在我心里能够被称为导师 我说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你生日是不是1954年911 对吧 你今年65岁了 我还小呢 我56 没有 4月28没有错吧 没错 45没有错吧 没有错 1990年6月28号对不对 答对了 恭喜你把时间说出来 谢谢 姐 姐 我特别对不起你的一点就是 是 你的生日 我真的打不出来 你 不重要 真的 你只要在7月份准备好礼物给我就好 看不出了 有没有 真不消 还有就是年龄 姐 我回答的是18岁 这个是打得很对的 虽然数学不太好 没有记住我 我还记住 但是你年份打得非常好 看不出了 你的生日是多少 3月2号 你的年龄我写了37岁 哥 我是1980年的 又记错了 你的身高是160 哎呀 我有这么矮吗 我买1米63 你别瞎说 你那是穿了鞋的 那我又说几个话呢 你拉倒你别瞎说 你就1米6 你的身高体重 你的身高体重 就93斤左右吧 你们就轻103吧 肯定是 肯定故意把自己说轻了 是不是 我写的是大概70 70公斤 对吗 70 我看起来有70吗 身高 身高160.5 身高160.5 体重51 你怎么长胖了呢 你的爱豆是蔡国庆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你的人生榜样是谁 我写我自己 你的梦想是曾经是舞蹈家 现在是管好我 对 是 是吧 你的业余爱好是什么 业余爱好 咱在家呀 我其实没有什么业余爱好 从小到大就是 每天下来本就回家照顾我 然后给我做饭 你当然有爱好 照顾你们也不辛苦呀 照顾你们也没觉得累 没觉得累 我做的哪件事让你觉得很生气 很觉得不懂 对 熬夜 然后就是 就算那个有什么早博 或者心里不起也照样熬夜吗 心里不起也熬夜 你就生气 妈 哪件事情让她对你 对我感到抱歉 我觉得你没有事对我感到抱歉 我说只有我对你感到抱歉 我觉得我对你最抱歉的应该是 应该多陪陪你 我感到抱歉的 好歹她 自己成功的速度 一定要超过父母老气的速度 我永远爱丽 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妈妈 都应该是所有人的人生导师 就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也好 或者嫌她烦不嫌她烦也好 她一直都是在没完没了地 一直在教导你 从教你说话 教你走路 然后到最后教你人生的道理 还有老爸我也很爱你 然后不要吃醋好吗 回家轻点走 满分十分的话 我在你心里打几分 一百分 你看我心里很完美的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更好地去努力 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要老说夸自己美 不要 嗯 你一直都是性格取胜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真的更好 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有些事情更更坚定 就是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更坚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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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